原始我的保护伞 但通过韩美就让我 更勇敢地找回来 那个最真实的我自己 所以呢 我的美不只是外在 是内在 YYDS 我要去当导师 我要当助教 我想演鬼 我想演聊斋志 太渴了 太渴了 可以先说一下 这次来到鹅厂的感受吗 其实感受就是感觉 鹅厂特别特别的多元化 特别的多元化 我以为会是一个 很中规中矩 尤其是这么大的一个公司 应该会不会很严肃 什么什么的 结果来的时候 发现大家都很开心 然后很放得开 很抓嘛 我就觉得这种氛围 是蛮让我意料之外的 这次来当七夕红娘 有没有让你 印象深刻的瞬间呢 其实这次下来的话 让我印象深刻的 就是今天 我促成了一对小情侣 在一起的这个时刻 我发现 我还有红娘的这种感觉 我还有这样的作用 最近你来到我们曾经视频 大家都特别开心 拍了好多你的照片 可以稍微点评下 我常员工的摄影水平 好的好的好的 我看他 他们拿手机拍到我 哎呀我得骂 我今天这个衣服 是能剥得了的吗 剥不了剥不了 剥不了剥不了 哇这张好像某一个男星 但鼻子还是蛮大的 这个挺好看的 放钥匙 这是要干嘛 这是要干嘛 这油没饭的 哈哈 还有视频吧 MV都做出来了 我怎么好有一种大姨的范儿呢 我感觉 我今天穿的挺帅的 但是为什么 你给您一下这位男粉丝剪视频吗 男粉丝剪视频 我觉得蛮有意思的 然后呢 就垃圾圾的把一个男爱都剪成了大姨 你觉得这次参加创造营 让你改变最大的是什么呢 让我改变最大的 其实就是我自己对自己的一个定位吧 以前我认为我只能靠女装才会有人看得到我 关注我 后来我发现原来我脱掉女装 我靠我自己最原本的样子 韩美权的样子 大家也还是会喜欢我 也还是愿意关注我 所以我发现 其实有的时候 真的没有必要去伪装自己 没有必要去来束缚自己 其实 韩美权是我的保护伞 在通过韩美权 让我更勇敢地找回来 那个最真实的我自己 这是我说过最大的 很多传人说 参加创造营最伤心难过 也最贪心的时候 是给你过生日的时候 对于你来说 最伤心难过的时候 是什么时候呢 我最难过 最那么什么的时候 其实也是过生日的那一天 因为过生日那天 其实说实话 我看了一些节目 但其实我过生日那天 是一个蛮长的一个part 然后那天呢 其实还蛮深情的 有十多个学员 其中也包括了海外学员 然后呢 海外学员呢 其实跟我在生活当中 我们的交流很简单 就是彼此的一句鼓励 但我没有想到 我对他的一句鼓励 能让他这么地用心 然后在我过生日那天 每个人给我写了 特别长的一封信 因为我在创造营 刚进去的时候 我是有一点社交恐惧症的 所以我不好意思 跟别人说什么 我只能是拿一个笔 拿一个纸 把我想说的话写成信 每次分组分到谁的时候 我给他们第一封信过去 放到他们枕头底下 然后在我生日的那一天 我收到了十多个人 每个人给我的话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我给他们大家听听 好 我给他们认识 我认识 我很多人都说 带到最多的机会 其实是一个准备的感染 我使用 лежing 为什么叫氛围性美男呢 就是我的美是具有攻击性的 我的美是具有边缘性的 就我所处在的一个环境 我的氛围就会塑造成周围的人的那种感觉 所以说大家就会看到 就我的这个性格就很容易传染给别人 所以我的美不只是外在 是内在 国内的歌手的话 我想想我之前总听谁的歌来着 我喜欢过好多 以前上小学的时候喜欢张杰 上初中的时候喜欢王菲 然后再到后面的时候就喜欢林静杰 周杰伦 张国荣等等等等 喜欢好多这样的歌手 新唱几句吗 不要再逗留 人心的拥挤 背货烂的游戏 或是这里的命运 我自己问自己 完成到这里 好 差不多 那当然是谢新娘 当然是谢新娘 那如果硬要说出谢新娘三个确定的话 会是什么 最讨厌她的地方 就是她有的时候她太听话了 她太乖了 然后 她太傻了 就这么几个 嗯 总是怪怪的 拧巴拧巴的 除了创造营以外 同学中的节目里 你选出也是个综艺 直接就可以去上的综艺是吗 只能选一个吗 我还挺想上你们挺多综艺的呢 哪如果选三个都 我很想去超新兴运动会 因为呢我很想在那里和那些 跟我一起就是从节目里面过来的呀 这些哥哥姐姐们一起去做体育项目 去做运动 然后呢来展现我们男人的时刻到了 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吐槽大会 因为呢我从节目里面出来了之后 我看到易老师在吐槽大会里面的高能瞬间 让我迫不及待的想上去 那么第三个综艺是什么呢 第三个综艺自然而然就是我们腾讯S架的大项目了 叫啥 创造营2022 创造营2022 我要去当导师 我要当助教 就是 大家好 我是创造营2021学员韩佩全 然后呢是你们的 创造营2022的学员助教 你们的韩老师 就这种的你知道吧 我想去玩 很有意思 很开心 你第一次孤星奏行很经验 如果有机会出演古方剧 你期待什么样的角色 我想演鬼 我想演聊灾之意 我想演女鬼真的 如果有一天我可以演古装剧的话 我一定要扮演山村老师 就那种古装的那种 很惊恐的聊斋志意 什么敌人节 太暗的里面 最终的我觉得特别刺激 因为我觉得现在当代的恐怖片 但人选的就不恐怖 你选我呀 我长得多吓人呢 就我这个脸放在那个电影大屏上 我一弹下来 哎呀 真的 恐怖片的崛起 如果咱们腾讯游的恐怖片的导演 可以看一下我 好吧 其实批图呢 它是一种玄学 在你批图的时候 其实看上去是我在用手 在批 其实是脑海当中 给自己塑造的一个人设定位 比如说 我今天 我还没权 我跟谁合影呢 比如说我今天跟王家尔合影 先提起来 脖子缩细 眉形决定一切 就开始去修 修的时候脑子里面 就有一幅画像出来了 就你今天要什么样子的感觉 其实批图更多在意的是灵魂 他们当时就夸我 说哇 你本人比照片好看 其实参加创造人之前呢 我的职业就是一名超模 我之前有上过很多的一些 时尚杂志的 子坛封面啊 就比如说像时尚八虾 等等等等一系列的 就是之前一直有在做超模的这个视野 时尚对于我而言 一直是我的一个主页 那如果让你评价一下今天的这个造型呢 我今天的这个造型 其实把这个拿掉是播不了的 嗯 所以说今天我的造型 就给它取名 进播造型 那如果提一个热搜词 你播不了你怎么上热搜我 你播不了你根本就上不了热搜我 如果真的要提热搜词的话 就是韩美娟深微 呃 韩美娟绿色深微造型 啊 绝对会上热搜的 深微造型太绝了 绝绝子 你之前翻唱了细腔歌曲特别好听 在现场唱几曲细腔吗 台下人走过 不见旧颜色 台上人唱着 心碎离别歌 情字难落寞 他常许一学来何 喜母亲 喜母亲 喜母 我不会唱了 忘词了 所以跟你的粉丝们 首先能让他们善言泪笑的话吗 让他们善言泪笑的话 就是说 我马上就要发新歌了 这首歌你们谁听谁哭 一句话 总结 大家好 我是韩沛权 想获取我的独家彩蛋和福利 就来关注腾讯视频 米美专访官方微博吧 美专访官方微博 最后一句话 在这首歌 我这首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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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我这首歌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